马上就要过年回家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有多少东西需要收就这儿 只是一小部分 然后我就刚好讲说 我就录个视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过年回家的一些行李 收纳的一些小细巧 我非常爱买收纳袋 因为第一个我很怕东西会乱 然后第二个是 比起那种比较软的那种收纳袋 其实我是更喜欢买那种 比较有型硬挺的 然后这边一小袋放了一些 就是彩妆 我彩妆的东西一般就会比较细散 为什么一定要有支撑力 就是很多东西你可以立起来放 出差的时候有一些内衣 我也会用它做 然后你上去 好好 卡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不用担心 它这个地方会很高 你不一定要把拉链全部拉上去 是因为那边是衣服 所以它很软 并不会压坏 因为我手表很多 可是我手表 然后我很怕跟其他东西放在一块 所以我就买一个就是这种表的收纳 它也是这种圆球的嘛 所以它也不占空间 这个其实主要是我的那些 仪器的收纳袋 甲板啊 然后吹风机 然后我的所有的饰品 一些零零碎所有都会放在这里面 就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整洁 然后找起来很方便 空间放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一般就会装鞋子 我们还是用这种袋子里 脏的鞋底这样子对着放 直接这样放进去 它其实空间感觉会很够 因为很多女生 其实在放鞋子的时候 会习惯性的就是这样子放 其实这样子放的话 就是第一个它比较占空间 第二个是 我总感觉这样没有特别的省力 它这样压下来 整个沉重力够 而且鞋子不容易变形 而且它占的位置非常的少 然后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种买衣服的时候 这种袋子可以留着 我一般是一包会放一套 这样拿起来 因为我能看得到比较方便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冬天这种羽绒服 可以怎么叠 因为我发现很多女生 很习惯全部叠成这种衣服 大面包装 但是因为它这种比较厚 所以它便很在空间 最好就把它叠得很平整 这种比较大件的话 先把它的拉链跟扭红 全部空起来 把最底带的位置 给它往上翻 目的是为了把那个 羽绒服给它包住 然后呢 上带部分也是一样 两只袖笼 给它这样子 飞则整齐 再往里面翻一则 把它全部这样塞进去 塞到里面去完之后呢 平膚把它放在 我们的行李箱里 它就会相对平整 就比较不占空间 我们冬天的衣服 都不变比较大嘛 所以我们用这小口诀 大家可以记住就是 大件全部都铺平 然后小件去填空间 然后大件就全部填平 然后小件的话 我就会在一次类推 把它这样子铺上去 你看有一些小件的衣服 我们不是放上去玩 说这边就会有一些小凹槽嘛 打底化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塞在角落 但是它又能把空间填满 把它这样合起来就OK了 我跟妳说不是天秤座 上身星座应该是处理座